板橋幼兒園衛奧案 新北地檢公布36位幼童毛髮檢驗 都沒驗出巴比托和本二蛋瓶類藥物 但一個半月來 賴清德團隊和綠營策異 莆田蓋地狂喊小朋友被餵毒 教保員大崩潰炮轟 政治鬥爭 害殘基層又叫老師跟家長 我的老師每天在學校 我不知道他們聽到電話的那個恐懼 我覺得對不起我學校的這些學生人員 跟老師 真的是有苦難言也非常的難過 覺得為什麼政府都沒有出來保護我們 警調查衛奧案查了一個多月查不出來 到現在監視器畫面消失 是衛奧還是虐童都沒清楚交代 民進黨卻先抹黑狂罵撕裂社會 藍軍要賴清德說清楚講明白 賴清德帶領的民進黨操作 造謠國家隊的結果 你們不用出來道歉嗎 這件事情充滿了太多的政治操作 跟政治算計 侯友宜進辦要求賴清德帶維生 24小時內要道歉 否則提出加重誹謗 行事告訴 台北市議員侯漢廷也向北檢告發 已被受理列他自案 賴清德等10人恐被列為被告偵辦 又叫老師民進黨造浪者變成造謠者 那主席你確實會一個道歉 藍軍炮轟 死法從上到下都是民進黨的人 這樣的案子誰敢繼續查 為了烏龍如今真相大白 但就怕政治鬥爭卻還沒完 記者謝宏如林璇 NH小組台北報導 我是戴立剛 也是氣象專家 18年的氣象主播位置 告訴你最準確的天氣訊息 當然更重要的天氣內容 就要鎖定我們中式氣象台 更多的新聞信息內容 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